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我呢现在是在这个河北省寒丹市这边 这边呢有两位发明人啊 他们自己啊通过这个画图啊 研究啊自己创造了一台这个卡丁车 然后呢他们现在就我的边上啊 你们看一下 我们呢现在也不多说 先让他们来演示一下这个卡丁车是怎么玩的 啊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的效果 好我们先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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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又刹车怎么样这个太棒了这个感觉 这都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对 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个是啊 这个车啊这个车就是我们最初就是想到这个想法之后 呃第一个选材我们采用的这个全身就是钢管结构 这个结构呢既兼顾耐用而且车身比较轻 呃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时候这个左脚是刹车 右脚是油门呃这个方向这是离合然后这是档位可以加减档一共是五个档位12345呃序列是变速箱呃 嗯然后呢这个车就是说特别容易操控呃你也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啊啊我给你说一下这个真的很好操控的这车好飘移起来呃是要比普通车容易很多而且特别的稳 嗯它不会侧翻 安全性特别高 观赏性而且它的观也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呃就是他们这个这个车嘛就是说跑鞋还特别动感的嗯您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好 这个呢这个就是座椅前后调节 晚上有这个照明LED的照明灯后面设置了两个这个暴散灯晚上第一个呢就是视觉效果比较好再一个就是晚上提醒这个周边的群众也好 车辆也好可以看到呃就是增加咱们车辆一些安全性能 这个车呢还有就是节能油耗比较低 你可以体验一下 行行行 有点胖 很容易的很容易的 好很简单我跟你说一下马上就可以就可以开起来 好好 你可以体验一下 好 我帮你拿一下啊 你先调整一下座椅 好 好 这个座椅可以调 这个座椅可以调 好 这个座椅啊 这个座椅啊 对 跌入离合 好 好 离合 好 然后 再过档是吧 对 往前推着一档往上往下它也是二档 好 现在可以挂上一档几点 然后加油 加油 右脚右脚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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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那个看你那个好像还可以飘移啊 这个是怎么飘移啊 这个是啊 先先打方向走大车 然后一会踩到底就可以飘移 好 可以的 可以试一下 好好好 我试一下 好 好 加油加油 好 加油 感觉怎么样 这个相当刺激 我真的感觉 这个太好玩了 说实话 这个车还有助于你练习驾驶技术 但是你开家用车的时候 万一遇到一些极限的状况 就是说你飘移起来了 你就是说如果经常驾驶这个车的话 有助于你及时的把这个方向给打回来 是收回来 感觉特别刺激 感觉特别刺激 现在手还有点稍微有点抖 刚开始一开始确实一开始 前一分钟两分钟确实有点不适应 感觉速度我一开始不适应 后面过了两分钟之后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刚刚听你这么一说 那个怎么飘移 我感觉我应该也算学会了吧 这个很容易学的 对感觉这个很容易 说实话这个特别好玩 这个东西特别好玩 观众朋友们 我们刚刚也见证了咱们卡丁车 这个玩法什么的 还有怎么驾驶 都已经了解了一下 然后这个是由我们魏绍波先生 和李贵生先生 他们共同研发的卡丁车 如果说咱们对于卡丁车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要购买 或者是要合作 或者是想体验的 都可以跟我们发明 还有两位发明人进行联系 然后我们这一期的关于卡丁车 这个专访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我叫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